上海和深圳的股市是反复偏远 但是数字经济、汽车、军工这些股份就向好 煤炭银行股就下跌 上证指数曾经升穿3100点 但企不稳 收市就报3085点跌了7点 跌幅0.25% 深圳城指收市就报11208点 跌了22点 跌幅0.2% 创业板指数收市就报2365点跌了3点 跌幅0.16% 那待会就讲一下为什么数字经济的股份会好一点 相信就是跟刘鹤副总理他说的有关 那待会我们就会讲详细的消息给大家听 那今早没讲到 本来这个消息应该是今早讲的 但是不好意思了 因为今早就突然之间有真BC进来 说一些特别精彩的东西 那他进来 那有些议题我们说不了 那没办法了 那好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稍后我们也会讲日本这些麻烦有的 那中日外长就举行了一个时长会谈 但是日本的共同社就说 这个朝鲜无核化 那我们也会谈刀鱼台 那他就说对钓鱼台在内的东海与南海的局势表达严重关切 那他就说 是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 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那根据日本外务省的人士透露 那会谈就没有谈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的问题 那应该也不会发生的了 我估计 那好了 BNO祖国有一个消息 那他们的消费物价指数即是CPI 那按年就升了9% 那是有纪录以来新高 按月就升了2.5% 两者都略低于预期 那是低于预期的 那上个月扣除能源食品和烟酒的核心CPI 按年就升6.2% 那又符合预期 那另外呢 按月就升0.7% 那这个就低于预期 那4月零售物价指数按年就升11.1% 按月就升3.4% 那扣除按揭贷款的零售物价指数按年就升11.2% 按月就升3.5% 那如果他吃谷种的BNO祖国就难搞一些了 那另外还有香港的消息就是立法会就審议修订草案 那这个是有关这个乡交代表选举修订条例草案的 那就加入当选人一定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 那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绩智在动议二读的时候就说 在考虑香港国安法的规定 其他公共选举的相关安排和乡交代表选举的性质之后 建议立法规定当选人在就任前 必须以定名方式签妥书面试言 并且向民政事务总署处长提交 那他就说当选人如果没有按规定宣誓 或者违反试言将会丧失就任资格 并且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包括五年之内就不可以参加乡交代表选举和其他公共选举的 陈绩智就说下一届乡交代表选举将会在明年一月举行 选民登记工作已经展开 希望草案能够尽快获得通过 另外 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 他们两个国家在同一时间一起递交申请文件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告诉大家 他们两个国家都很团结去做这件事 也多谢Santh的支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简单的接收仪式上说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他就说两个国家是北约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他们在北约的成员身份将会增强联盟的共同安全 他强调有决心解决所有问题 并且迅速得出结论 重新得到联盟的大多数支持 但是大家要记住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 较早前公开表明反对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我们稍后就会详细地说这件事 其实今早我也说会说的 但结果没说到 现在就留下来说 好了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说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与否没有太大分别 因为他们和其他中立国家一样 过去很多年都一直参与北约的军演 俄方就会关注北约如何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领土 瑞典和芬兰是改变了多年的中立国地位 申请加入北约 很多人都会说 就会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欧洲安全架构 这些会不会彻底改变整个欧洲安全架构呢 大家是要拭目以待的 好了 有一个消息 其实就想说一说 因为公务员的薪金问题 趋势净指数就变了净数 这个突然间有一个结果出来 公务员工会联合会的总干事梁绣亭就说 原本他估计的数据是接近负数的 公务员是没得加工 他对这个结果感到突然 梁绣亭就期望政府余数加薪 认为是公道的做法 我的看法就是公务员如果是基层那些 是一定要加给他们的 中层我看法也是要加 上层要不要加呢 这个值得商榷的 就是我操线的看法就是 下层或者基层的公务员 其实我理解很多年都没有加薪 很多都 我操线的看法就是 低层和中层 这样余数加薪是公道的 但是最上层那些是不是要加到足呢 那我就说真的 不是十分同意的 就是有些事情就是 那个局长级啊 副局长那些呢 他们应不应该加到这么高啊 那些呢 我其实就觉得不是很妥的 就是总之在政府里面的 中层或者下层基层人员 我觉得是一定要加的 但是在最上面那些 就是好像坐以待毙那些议员 就是他们不是公务员 那些那些 但是就是那些 坐在办公室啊 就是拍两条视频 接着开会又随便说几句 说我们中国人是不可以输的 那是不是值得大家去给他十几万一个月呢 还加上有一笔钱 是可以给他们自己拿来乱用的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我自己的看法呢 其实就是有点不妥的 那我这个粗钱的看法呢 那梁绸廷他说呢 就是说 在这个调查数据那里看到呢 去年私人市场人才流失很严重 特别就是高级和中级人才 那私人公司就加工玩楼 那令到这次申求趋势调查呢 有正数的指标 那梁绸廷就说 过去一年公务员也有流失的现象 那政府需要挽留人才的 公务员在疫情之下参与额外工作 包括封区加班参与疫苗接种站的工作 过去两年动身之下呢 通胀影响购买力 期望就以加薪作弥补 并且提升公务员的士气 如果要提升公务员的士气 不是那么容易的 现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市面上有很多人 是借椅去攻击公务员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究竟你们这个公务员工会联合会 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自己的粗浅的看法呢 就是应该呢 你都要拿出来说一下 就是你们究竟是 就是实际是做过些什么 那他不是没有说的 他是有说的 他是有说呢 就是公务员在疫情之下 有做额外工作 封区加班参与疫苗接种站的工作 他是有说的 但是 就是 现在市面上呢 就有一帮从政的人呢 就觉得这些是老讽的 他们有一帮人呢 就不想着呢 可以找义工可以做完这些工作 那我们这些合理的人呢 当然是觉得 不行啦 就是这样不适合 但是现在在香港市面呢 有另外一帮的基层市民呢 就对于公务员呢 就非常反感的 那好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这个会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你们也要考虑一下 那香港人物HK就说了 叶柳已经是一个攻击公务员了 是啊 她的业楼是有份的 她的党是有份的 是乱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 香港市面上 其实有很多政棍 都在做跟行政会议植物人一样的事情 那Carol Lee呢 就说 社长我两年没加工了 我觉得低同中层要加 今年再不加呢 就三年了 那其实那个问题呢 就是 市面上 其实有很多人呢 可能十年都没加工了 Carol Lee 我真的说那个事实给你们听 真的很惨 真的不是开玩笑 市面上 为什么会有人十年都没人工加呢 不是说做得不好 而是 市面上 其实有些工种呢 其实能够保住份工呢 已经很容易了 已经很不容易 应该这么说 那你还说要加工呢 其实就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始终都是对于基层和中层的人呢 就是觉得他们应该都要加一些工资 但是那个问题呢 就是 就算在那些调查数据看到呢 就是高级和中级的人呢 人工就加 那么 基层的人呢 是没得加的 所以很麻烦的 现在就是 这个社会是有些事情是 我觉得是 搞错了 那不要紧了 那当然 梁绸廷他也有个说的 就是政府是不是要加薪呢 还会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社会环境库房收入等等 那么呢 他对这件事呢 就感到忧虑的 下星期呢 就会和局方会面 那么呢 就会如实反应要求的 那好了 回来讲讲台湾地区的疫情先 那么台湾地区的疫情呢 就新增 85,310宗 新冠病毒本土病例 是单日的新高来的 境外输入个案 就46宗 那么另外呢 死亡个案呢 就增加41宗 那么 都挺厉害的 那么这个呢 就应该 为什么会多了呢 他可能 检测能力多了 或者是 接受这个 快速测试呢 我不知道 究竟为什么会 令他觉得高了呢 那么我就 不太了解了 这个 那么好了 另外呢 就有 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 就是周小松 那么他呢 就在 立法会那里说的 那么呢 就说公务员呢 已经冻生两年了 薪金调整呢 已经大大落后通胀 冻生呢 就直接影响生活水平 希望政府给予公务员呢 适度加薪 那么就可以鼓舞士气 那么 立法会选委会议员 林振兴也都提到呢 嗯 政府政治委任官员 薪酬调整 近日已经解冻 政府呢 也应该跟从指标加薪 既能提升团队整体士气 所以也避免与人这个肥上瘦下的感觉 但是就是我的看法呢 就是政治委任的官员呢 他们就不应该加的了 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留一些钱呢 给基层或者中层 可以加一些 就是上层的人呢 其实 我的看法呢 就要做个好榜样 大家共度时间 就是上层的人呢 其实在社会里拿的东西已经是很多的了 那他们是应该回馈回社会的 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操钱的看法 那France Brad就说 那班官同议员太高薪 那Coming Hall呢 就说保住份工都已经很好了 其实是很麻烦的 这个是 那 那 Kimi Choi就说 社长 我已经两年半薪 不要说家人工了 出回全薪已经很高兴 其实在私人机构 比如你做自己生意的人呢 你过去两年呢 如果你 你的收入是没有跌 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其实就 那如果 要请人的话 其实 就是我自己的情况 就是以前我都会请别人来帮忙 结果呢 就是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 自己搞定算的了 尽量自己搞定 那现在很少找人帮忙 所以 市面上的工作本身已经少了 其实就 就是 有什么我们都是找James James也是做我们这一行的 那 James有时候他就会做我们做的那些 那但是 就是 人工那些 你可以加很多呢 其实 现在这个环境 整体来说真的不好 所以 没办法 那 还有呢 就是一些 就是 经济层面的消息 再说多一点点 就是 台湾股市方面 他们收市就升了1.5% 那 那 加权指数 收市呢 就报 16,296点 升了240点 那 升了1.5% 那 日股也是升的 日股 那 就 早段的时候呢 曾经升到400点左右 去到27,053点 但是呢 在27,053点 那里呢 就是0.94% 那 韩国的股市呢 就靠稳 首尔综合指数收市呢 就报 2625点 升了5点 升幅呢 就是0.21% 好了 那 那 我们现在 就是说到这里呢 就又要 借一宗新闻呢 再去辟一辟谣 那就是 那就是啊 那就是啊 那今天呢 就和这个 小马可思 邦邦马克斯 刚刚当选菲律宾总统的帮帮呢 就 讲电话 那已经可以证明呢 之前呢 台湾地区那些 乱传的消息呢 是乱的那样来的 那 习主席呢 就说 过去六年呢 中非双方 坚持木轮友好 攜手共同发展 确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中方始终将菲律宾放在 周边外交优先位置 愿意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聚焦抗疫和疫后复苏 促进两地和其他地区发展震兴 习主席也强调 目前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前所未有 和平和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希望菲律宾方面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国愿意和菲律宾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 维护好本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 小马可思就说 菲律宾新政府将会将非中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重点方向 愿意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 深化和密切经贸基础设施能源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新闻就说到这里